1. 彈炸彈 2. 彈炸彈 3. 彈炸彈 3. 彈炸彈 哈嘍大家好 欢迎收看愛儿L 我是爱儿L 今天早上呢 有一点点阴天 我们从这个新店出发 然后骑着这台车 昨天晚上上山的时候 就已經有稍微練習一下 所以今天就走著山路下山 然後再接六四 應該說在山路的時候體驗了它的扭力 然後在六四的時候體驗了它的馬力 可以這麼說 輕輕一轉就能夠達到我想要的時數 而且甚至超乎我的預期 下了台北港這邊 我們跟車友做集合 今天要參加的活動呢 是這個美式重機的版具 然後主辦方是天母幫 就是之前在這支影片當中 有帶大家去參觀過天母幫 然後他們是全部都是美式重機 但是都是公升級以上的 所以這次辦的活動呢 是想要推廣給更多喜歡美式車的車友們 通通都可以參加 沒有限定說一定要幾CC或是什麼車型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到新屋莫內 來一看究竟 好的我們現在已經抵達了新屋莫內 它的餐點蠻多的 前面是飲料 後面的話是Pizza千層麵套餐 有牛小排啊 義大利麵之類的 所以現在就是讓大家各自點餐 然後這個車具的方式呢 它沒有包場 它就是直接用佔領的方式 因為包場你才有辦法插電拉電 然後裝舞台做麥克風這些 所以他們就是簡易式的 讓大家到現場聚一聚 然後吃吃東西自己點餐 那只要有點餐 就可以拿著點餐的收據去領抽獎券 然後獎品如下超多 全部都車友贊助了 那我這邊也有贊助鏈條清潔保養主 提供了五組給車友 所以未來有那個車聚活動可以邀請我去 我會負責贊助 今天的話車款非常的多 但是都以美式車為主 那我今天騎的呢 則是Indian的Chef Barber 這款已經是最新款了 相較上一代比起來 車身更加的短 更加的輕巧 車重變輕了 馬力變大了 扭力更大 然後使用的是116的經典引擎 待會再帶大家來仔細的 深入了解一下Indian的這台車款 然後現在前方已經在進行抽獎活動了 然後剛剛稍早之前呢 我們在西濱上面有亂入一個美式重機的車隊 其實我覺得很棒的是 車隊在騎乘的時候啊 前面會有一個帶隊的人 然後後面就會依照自己自行的去排隊騎乘 那尤其美式車的車比較大 或者是有左右兩側的馬鞍包或者是後箱 所以他們都會排得很整齊 那我們亂入了進去之後呢 我也覺得應該要到現場跟車隊講一下說 抱歉剛剛就是加入了他們的車隊 現場有一些拍攝的畫面要經過他們的同意 於是我們就認識到了騎第二台車的這個大姊姊 她是騎銀色的ST 非常的帥氣 姊姊怎麼稱呼 我姓尹 好酷 連名字也很酷 然後是珠寶設計師 算是古董藝術珠寶 剛聽姊姊介紹家裡有一堆的安全帽 二十幾件的皮衣 還有非常多的車款 但是她才騎一年的車喔 剛開始就熱愛上哈雷這個品牌 然後愛上美式重機 欸對啊 那麼多車款 你為什麼踏入的時候是從美式重機踏入的 其實跟年齡有關係 怎麼說 因為我們這個年齡呢 當初知道國外的車款 比較大的車的話就是哈雷 所以我當初想要東西想買的時候 第一個考慮就是哈雷 比如說印第安啊 像你們其他車款我們不熟 不曉得 市的戰略那時候沒有那麼高 這樣子的感覺嗎 只是我們自己 孤陋寡婚 第一台車是不是48 48 再來咧 再來就是Lowride ST 台灣第一輛 哇馬上換大車 對 今天騎這台來嘛 對 後續打算怎麼樣 再來就是CBO啦 CBO 大車 我的旅行車 他的配備應該就是最高的 很高興就是在這個車聚活動 大家有些人喜歡跟車隊出去 有些人喜歡三五好友 那像姊姊他們就是跟三五好友 然後隨時約了就出國約了就騎車 就很輕鬆愜意 像我們年輕人比較少接觸美式重機 但我個人很喜歡 所以我也很希望推廣給更多就是 還沒有踏入坑的人 你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然後去挑選你喜歡的車款 不管從小車到大車 其實選擇非常的多 非常多 而且真的每一台美式車都長得不一樣 對 就算是相同型號 它也有它獨特的風格 嗯 好 謝謝姊姊 很高興認識你 美麗 其實每個騎重機的人啊 今天在現場大家看起來 哇都黑黑帥帥的 可惜他們每個人後面都是不同的職業 騎車是他們的一個休閒 一個放鬆 然後一個釋放壓力的出口 就覺得大家一起坐在這邊講講幹話 聊聊天 然後跟這個兄弟們見個面 騎車飆個樹就很放鬆 我每次都是在美式車裡面 會比較體驗得到的這種文化感受 那總之現場已經開始抽獎了 然後餐點也上了 待會我們去抽獎現場 來看一下抽獎的狀況 待會見 三紅色 793 有嗎 有 793來了 紅色的378 紅色的682 好五組抽出來囉 大家 一定要多關注我們的愛兒 來紅色的先 紅色的357 385有沒有 就是要比較拍誰一點 是練條保養組 但是你們皮在拍誰 可以一起看 321 385有沒有 謝謝 謝謝 超近超模超對 黃色的515 385嗎 謝謝 385對 黃色515 黃色的581 拍照 黃色的581 最後一個 黃色的611 321 321 好 謝謝 黃色611 嘿 我們現在抵達了這個永安漁港 這邊是海螺館 那這個永安漁港的海螺館 非常具有這個現代線條的美麗的樣子 所以我很喜歡來這邊拍車 但是之前來的時候剛好下雨沒有成功拍攝 這一次剛好藉由在新屋墨內的車聚結束之後來這邊非常的近 然後大概1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到這裡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是印第安的Chef Barber 我覺得美式重機大家可能第一直覺想到的就是哈雷 就像剛剛大姐說的一樣 想到第一個品牌就是哈雷 那為什麼印第安不是那麼廣為人所知呢 所以今天我就要接下這個任務 推廣一下我們印第安這個品牌 讓更多想要入坑美式重機的車主 可以想到說除了哈雷之外 印第安也許也會是你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印第安呢 引擎上面我們就可以看到它創立於1901年喔 所以其實至今已經有122年的歷史了 然後前陣子120年周年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相關車聚活動 那印第安這個品牌呢 它是從腳踏車起家的 並且經歷過了這個戰爭時期 剛好很符合我喜歡的這種復古車 然後又有一點戰鬥帥氣 要去出征的那種感覺 那車子的名字其實也顧名思義喔 像車系的名字跟它的品牌形象也蠻符合的 比如說今天我們介紹的這台是Chief 它有那種長官首席的那個感覺 那上一個集聚有Scott Scott的感覺就是偵察兵一個小Lolo在前面 要打仗的時候先出去的人就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這個是中級聚的車款 那在下一個集聚則是有Roadmaster 然後還有Challenger 有一種fighting 打架 戰爭的那種異味的感覺 所以大概可以用這三個集聚來記一下 這個印第安的車子的車系 然後我們今天挑選的是Chief車系 而Chief車系呢又有三種車款 其中包含了Chief Da Horse 那它是第一款的黑馬 而這一款呢則是Chief Barber Da Horse 那最後一個呢則是Chief Limien 這三個版本呢我們看外觀可以知道 一般版的Chief 前後避震是外露式的 然後它的腳踏呢是比較中置的 那這一款的話是Barber 它的腳踏位置會在這邊 然後輪胎的話也是一個很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Chief的輪胎是鋁合金的輪框 然後Barber這一台的話呢則是鋼絲框 Limien的話呢則是多了兩側的馬鞍包 以及可以快拆的風景 它的整個排氣管都是電鍍的 就是更有回到那種復古的感覺 它的三台車款其實分別代表著三個不同的年代 像是70、60、50這樣子的感覺 那70年代感覺就比較年輕一點了 比較新穎一點的 所以是黑馬的一般版 然後輪框不一樣之外 輪胎是前大後小 19跟16 然後這一款呢是象徵著60年代 它的輪胎則是16、16的配置 那最後一款呢是這個50年代致敬經典的感覺 它就像是要載著後座長征的一個車款 所以需要包包 像他們國外常常會有車聚活動嘛 那我們到了 可是我們參加車聚不想要大包小包 這些包包全部封鏡都可以快拆拆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變回一個簡單barber的車型 然後去參加車聚非常的帥氣 那剛剛以上講到的三款車款呢 目前介紹的這款barber它是高把的 那一般版的chiff它是平把的 然後limit版本的話呢則是寬把的 騎起來是比較更舒適一點的感覺 雖然三台車車款原廠配置的那些東西都不一樣 但是全部都可以互相去選配 也就是說你可以打造一台你喜歡的車型外觀 把手舒適的乘坐模式以及腳踏位置 都是可以互相通用的 那油箱上面三台車款也不太一樣 一般版的chiff的話它沒有酋長的頭 而這一款chiff barber的話則是有經典的 酋長頭的這個造型 接下來就要用這台chiff barber 幫大家深入的做一下它外觀的介紹 我先講我覺得它真的做得蠻細緻的 雖然它一樣是這種美式硬漢的風格 離合器一樣是要用力捏 但是駕駛座的這個視覺位置上面看過去 可以看到很多細緻的logo啦按鈕啦 而且它畫繁為簡 所以所有的油箱啦或者是按鈕啦 簡單乾淨又不失帥氣 而再往下看到前面的這個儀表 則是4吋的儀表 然後是彩色的喔而且還是觸控式的喔 那前方就可以看到它的logo 然後在前叉的部分呢 就是做這種比較老式的感覺 上方有一個logo之外呢 它46mm的前叉 則是伸縮式的前叉 上下給它套住 所以看起來完全不同的味道 它沒有現代感覺 但也沒有到超級老 再來是它前面的圓燈 我覺得圓燈很厲害 圓燈裡面有一個它的小logo 然後它上面這樣子三顆 然後下面一個這樣子的燈系 是LED的大燈 車子的啟動方式呢 則是有keyless 鑰匙的質感也很好耶 球長的鑰匙 有一個球長的頭 然後後面則是寫著印第安 在這裡按啟動 然後它的那個叭叭叭叭叭的馬提聲 馬上就出來了 這聲音我很滿意不會太炸 但是又有那個節拍的聲音在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螢幕 N檔顯示的非常清楚 檔位入一檔之後這邊就寫1 那當然入一檔就會熄火 只是表示一下檔位的位置在這邊 然後 立開的是喔 它是觸控式的 我這樣點一下 它就會換顯示的方式 比如說剛剛這個是 轉速、時速、檔位 然後這樣子的話呢 則是轉速、時速、檔位、油量 顯示在這裡 然後再來它的模式調整的話 都是觸控的 巡航、一般、然後運動 然後這裡的這個亮度呢 則是調整螢幕的亮度 目前選擇是自動 這邊有個選單 在這邊呢是剛剛的儀表設定 然後這邊bike按進去 它會顯示電力啦、油量啦 然後你車子現在的狀況 然後以及旅程、時間、騎得多遠 然後甚至海拔都有 好扯 然後這裡是它的導航系統 就是剛剛這個map這邊 然後音樂是它有一個APP可以連接手機 手機連上之後可以用藍牙耳機聽音樂 操控起來算是簡單易懂 然後再來按鈕的部分 除了儀表可以讓你用很直覺的方式操控之外 剛剛這邊就是開電源 然後啟動、熄火 然後這裡就是定速 按下去開始 然後設定、撥一下 再來是這個 它的雙黃燈是長按 然後左右方向燈 這個下面比較是連接手機APP會使用到的地方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大燈喇叭 以這樣子算是高階的車款當中 按鈕可以這麼的簡單、清楚、乾淨 我覺得我很喜歡 操縱起來都是蠻直覺的 而細節的部分 就連把手套這邊也都有做logo 唯一比較辛苦一點的話是 離合器它算是比較大片一點 然後女生壓起來會比較重手一些 但是習慣一下都還OK 接下來我們往下看到油箱 這個油箱是15公升的油箱 是加酒吧的汽油 然後在這裡有一個logo 所以你在騎乘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舒適的看到 這邊有一個logo 然後這裡有一個球掌頭 就是覺得質感很好 然後油箱縮到下面這邊的時候 整個腿座上去呢 可以很輕鬆的踩到地 甚至於是在打檔的時候 你的腳也都是順著這個油箱的這個形狀 去做操控 再來呢 外觀上面最吸引人的地方 絕對是這個V型雙鋼 這邊是寫1901 後面這邊呢 則是寫116 116的這顆引擎 絕對是他們的一個當家 最具代表性的引擎 而且它游泳在低轉2900轉的時候 就有16點多公斤米的扭力 幾乎是你一起步 就可以達到很好的作動效果 那在腳踏的這一組腳踏 我覺得很有質感的是 因為我這樣子視覺看下去 在它的油背這邊就有一個logo 然後上面煞車的這邊也有一個油背 就可以很直覺的看到兩個logo 亮晶晶的很有質感 那在引擎的這一側的話 就是使用剛剛提到的116的引擎 它是1890cc 是氣冷的引擎 這台車在停紅燈怠速的時候呢 後鋼會怠速停止運轉 也就是它雖然氣冷燙歸燙 但是你在等紅燈怠速的時候 這個後鋼不會一直再發出更多的熱氣 然後再來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又是一個帥氣的酋長logo 我覺得比較值得提到的是 其實它這台車的做工很細喔 它的每一個車架 它都是有一點點弧度的 我剛剛有提到喔 它其實對騎士有一種尊榮感 但是它對技師也是友善的 怎麼說呢 印第安的車型當中 它所有使用的工具 或者是它的組裝方式 都是一般的工具 不需要使用特工 所以印第安的車款呢 其實可以很輕易的 當你改裝的空白畫布 它的拆的螺絲 像這個油箱 兩個螺絲固定而已 你拆掉油箱拿起來 就可以直接看到車子的車架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可能性的改裝 Barber就是越簡化越好 不需要的就拆掉 後座不需要 所以只剩下單座 那單座一樣有logo 然後還有一些痕跡 就讓你做止滑的 另外這個後面的避震呢 也是這樣子套起來的 好可愛 好像一個膠囊喔 皮帶式的傳動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外觀部分 你看喔 我這樣子走過去 我需要這樣 為什麼呢 其實蠻多在國外的車子啊 都想要把大牌改到側牌 那你會看到它這樣子的樣式 好像是改裝的喔 其實它原廠就是配這個側邊的牌架 那只是因為台灣的牌比較大塊 如果是國外的牌小塊一點 其實真的蠻好看的 我覺得很多車主應該也會有這個困擾 你停好車跟別人停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要這樣跨出去 所以當然你也是可以有相關的套件 把它改到上面 或者是有些人甚至會把車牌變成直式的 接下來幫大家介紹一下車子的制動 以及它的懸吊 車子的煞車系統呢 前煞車是300mm的浮動式碟盤 搭配四火塞的卡鉗 而後煞車的話呢 則是300mm的浮動式碟盤 配上的是二火塞的卡鉗 前車輪的輪胎尺寸是1390mm 後輪輪胎尺寸則是1865mm 兩個輪胎都是16吋的鋼石框 坐高的話是662mm 它的最大扭力162牛頓米 則是在2900轉的時候爆發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實際的騎乘感受 那也必須跟大家說其實在一開始 因為我們要參加美式車的車聚 所以我到印第安之前 我其實都不確定我到底能不能夠挑到一台我能夠騎的車 像Chief改款之前 它的走距很長 腳踏我會覺得離我很遠 而且重量比現在更重 然後當我到現場的時候 我才發現哇原來印第安的Chief已經有新改款 而且是這麼簡單我能夠上手的 就像我們有時候覺得把車子翻起來 我翻車很吃力 但你現在可以看到 我根本就是覺得它的配重很棒 然後雙腳踩地很OK 最多就是頂多你腳會被排氣管裡面燙到 所以要有點醜要有點這樣子 但是如果現在不燙的話其實拼材是沒有問題的 我當時到店裡的時候我有三個選擇 第一個呢就是剛剛講的史考特 史考特也有Barber 就是大家比較常見這邊寫印第安的 沒有酋長頭的 我騎Barber的時候的感覺我會覺得很好騎啊 但回來我騎了這台1890cc的車之後 我就說我要這台 為什麼 因為動力上面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想到我今天要騎西濱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非常適合啊 我可以很放輕鬆的 然後貓背然後手這樣子放著 大家都覺得高把手會不會很痠 其實不會耶它就很自然的放 不過我真的也算是手比較短 如果男生手長一點 他可以後面的腰做得再更舒適一點 當時我們的業務跟我講說 如果太大台不要勉強安全為主 我真心覺得它沒有那種壓力值 老實說我如果騎R18的話 真的很壞 我整個肌肉僵硬 就是很大台那個動力輸出很綿密很順沒有錯 但是以我的身形來說 R18稍微真的太大了一些 但這台是我敢騎它去任何地方的耶 就是我回家走山路 或者是今天的西濱 我都可以很輕鬆的去駕馭它 我覺得很簡單的一個表達方式就是 超爽的 除了史考特跟這一台之外 我還試了一個FTR 它還長得很怪啊 它就不是印第安啊 因為我的印第安我的美式 我就是要長這樣 它怎麼可以長得像街車那樣 但是我還是經過說服之後 我還是去試車了 然後我回來我真心的跟業務說 我覺得三台車裡面 這台最好騎 它給的那個動力是好穩定 你好有安全感 不會有任何的爆衝或怎麼樣 就是很線性 但是又很有力 它的油箱是在座椅下面 它的車子的箱子裡面沒有油 所以它那顆是坐好看的 車子雖然高 但重量在下面 它翻起來還是很容易耶 我下一次要試那台 如果大家對那台車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分享的這個 美式車款印第安 讓你多一款美式車款的選擇 務必要讓大家實際的到店上去試乘看看 因為我在騎之前 我真的不覺得有那麼輕鬆 但我一騎之後我真心推薦很可以耶 你也應該去試試 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 欸對了我想到一件事 這台車 這台車除了有ABS之外 它還有USB孔 好像ABS跟USB 好像是兩沒有關係 硬要講 居然在這耶 所以你會有一條線這樣子拉出來 然後拉到手機架這邊 這台車非常的奇怪 它長得乾淨俐落 就連USB孔都長在非常奇怪的地方 這個到底有怎麼差啊 這個到底有怎麼差啊 這個到底有怎麼差啊